你在我家楼下干什么 孩子说想你了 让你这两天回去看看 当初离婚的时候 你说什么都不要 只要女儿 你现在还来打扰我们干什么 我知道 林俊 我这次来 是有点事要跟你商量一下 我就知道你来准备好事 赶紧走 这次就算了 以后有什么事 不要来找我 有什么事你直接说吧 我跟女儿 最近挺难的 又要钱是吧 不是 我和孩子最近生活比较困难 我想 又要钱是吧 不是 我想学他们做做生意 做生意不是养鸡重餐 没那么容易的 我想试一下 万一我做好了呢 我这不就能改善一下我和女儿的生活了吗 你想要多少 二十万 我告诉你啊 你跟我张口了 这钱我可以借给你 但是是借不是拿啊 我知道 我不会白用的 这儿 那个我连借条都写好了 你看一下 行吧 你这利息都写好了 我看 不借你都不行了 老公 你可以不借给他的 他这是哪来借钱呀 分明是找借口来要钱 如果不方便 就算了 钱我可以借给你 但是必须在一年之内 以连本代息的还给我 可以啊 这卡里刚好有二十万 拿去吧 谢谢 钱都拿了 赶紧走吧 赶紧走吧 那我就先走了 你记得回去看孩子 老公 你们都离婚了 你还给他二十万 那你给我多少啊 他一个女人带的孩子 确实不容 再说 咱们两个都结婚了 那我的钱 不就是你的钱吗 那我也是你的呀 考验 那你让公司财物 给我转两百万 还有 我还要一辆跑车 好 再给我买一个大房子 只写我一个人的名字 要不然晚上我就不陪你了 好好好 我都答应你 这么差不多 你怎么来了 听说你们公司出问题了 应该不是来看笑话的吧 我是来还钱的 还钱 看来你混得不错嘛 把钱给我吧 这个卡里有四十万 多余的二十万 就当是我报答他的 你帮我转交给他吧 呀 还挺厉害的嘛 那如果说这二十万 是报答他的话 那利息呢 当初可是说好有利息的 我这里还有两万块钱 就当是利息了 你让他把欠条撕掉 我相信他 你放心吧 我会说的 那我就先走了 哎呀 你别去了 你工厂都要倒闭了 你要连有什么用啊 开不了这个口 你当年借钱给他开公司 他公司倒是开起来了 报答你不是应该的吗 再说了 这钱他也没有还呀 你现在上楼 赶紧管他要钱 我就在楼下等你 你要是钱要不回来 咱俩就别过了 我去还不行吗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孩子 孩子你看不到 今天周一 孩子上学去了 哦 今天周一啊 有什么事 你就直接说吧 啊 我 你是想借钱是吧 我听说 你的生意上 出了点问题 哎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呀 啊 没 没什么 拿过来 我看看 孩子不在 我就先走了 姓孙的 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啊 你是来借钱的吗 你是来要钱的 要钱 要什么钱 怎么的 农村人是不光会种菜卖菜 还会赖账了是吗 这农村人怎么了 你这身上吃的 喝的 用的 穿的 哪一样不是农村人创造出来的 这农村人勤勤恳恳 辛辛苦苦 靠着自己的劳动双手赚钱 有什么不对的 你凭什么看不起农村人 我可没那么说 你嘴上是没说 但是你话里话外 全都透露着看不起 瞧不上 网上数三代 谁家不是农村人 就你现在吃这几顿饱饭 全都是祖祖辈辈饿出来的 你现在 居然看不起 饿过肚子的祖祖辈辈 我不跟你说这个了 这个街条上的钱 你还还是不还 这钱我们不要了 走吧 不要可不行 当初我还钱的时候 这手机里的记录是清清楚楚 我说你啊 公司都快倒闭了 你还相信身边的蛆虫 你是时候佩服眼镜 戴眼识人了 你们两个 女的买豪车肆意挥霍 男的到处借钱 维持生计 这就是你们 自私的婚姻 老公 你不要相信他 他没有还钱 他在挑拨离间 你空口无凭 就想污蔑我 你有本事 拿出证据了呀 我十倍奉还 亲爱的 你都愿意拿出十倍来证明自己了 我相信你 我是不会说他挑拨离间的 你 是不是挑拨离间 这个钱到底还了没有 我相信 公道 自在人心